蘇智蟹 蘇智蟹 前教學生來一下 前邊的朋友 右邊的朋友 還有我們左邊的朋友 應援首呼 在哪裡 請我們的大叔 先跟我們在場所有的朋友 問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自己學人 很高興 在這邊見到大家 也很高興 再次受到韓國風光風盛的邀請 來台灣見到大家 大叔怎麼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秋天啊 有沒有韓國哪些景點 可以跟現場的粉絲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香港人 國國的反送人物 那裡 我向前推薦 都可以去到韓國 東京的那個 那裡 我都想出現 特別是 看到韓國的秋天 大家都知道 韓國現在已經是 秋意見見龍了 那我非常的推薦大家 如果到韓國的時候呢 首尾一定要去我們的德壽宮 外牆的石牆路 這個地方呢 不僅是有楓葉 還有銀杏的 讓大家可以盡情的賞宮 是 哇 我們提到了 楓葉啊 還有銀杏 就是非常的浪漫 而且我們剛剛提到了 現在我們韓國的秋天 已經開始漸涼了 難怪昨天大叔穿得這麼厚 好啦 我們講到了秋天 過了之後馬上就是冬天了 緊接著冬天我們有聽說 大叔很喜歡冬季的運動 尤其其中有一項運動 也要跟大家來分享對不對 那大叔喜歡去哪裡 做這個冬季運動呢 雷劇要真的特別 Snowboard 感覺很喜歡 像我平常我喜歡 在冬天的時候的玩滑雪板 滑雪板 還滿特別的喔 那想要體驗滑雪的話 通常大叔有沒有推薦給大家 可以來到韓國的哪裡呢 Snowboard 拍攝 Snowboard 不不不不不 Hopi 拍攝 韓國的強烈 如果講到滑雪板的話 要滑雪一定要到我們的 江源道這個地方 那麼呢 現在呢 要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是這樣子的位置了嗎 接下來馬上要記錄互動時間啦 那麼呢 哇 只有多一件嗎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喔 恭喜答題成功 哇 答對了 馬上就可以獲得 合照一張 哇 喔 大叔好貼心喔 我們本來只說好只有拍立的 哇,好近喔! 恭喜! 很高興每次來到台灣都要教大家這麼熱情的迎接我 那雖然是很短暫的時間,希望我們下次再相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叔! 謝謝! 舞台夠大,後面的朋友也照顧到了,那我到旁邊一點點囉! 好,後面的朋友,謝謝大叔!謝謝大家! 哇,真的非常感謝我們